看一下他的高光时刻 对 我觉得这局TT打的最好的就是知道很难破局的情况下 鳄鱼跟瑞文双双从两条边线上发难 并且是都拿到了优势 尤其是下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开耐那波瑞文把杰打回家 那个下塔其实是因为他才被天然推掉的 好 这一波RE也是比较极限 这波闪现成剑 干净利落 点点血量 其实杰的话当时第一波伤害 当时为什么说他是打的小陈啊 伤害是大招给到了苏敏友 然后后续的话 后续的小技能伤害都给到了这个小陈 那波本来以为是要打野的 但是没想到啊 最后还是由猴子自己来独自承担了下来 是的 我的目视野都会更果断一些 对 这阵容好了 我觉得这一手在对方拿了奥拉夫之后 在没有目前来说 其实螳螂没有的情况下 踢踢的打野很难出很难出 对 猴子也转不费奥拉夫 你留不住这个英雄 但是堪奈这两码看起来的话 他现在对于绕后这个事其实做得很明信 现在面对堪奈的话 RE一定要在每波团前都要分人去锁定堪奈的一个位置和视野 对 但是问题来了就是目前开奈在这一局当中的绕后没有起到很多决定性的效果 兵房够严啊 对 这一波的话第一波其实是泰坦连续的几次的控制控的非常好 然后给到周周一波输出空间 这一波的前提是九筒上路把闪现已经用掉了 所以说那个S1上的非常果断 而且接的大招也是一点都没有省下来 然后就是这一波也是开奈打的好 回了两口血把时间给拖住了 我们来看一下周周 大招一爆 一个三技能过就直接回了 这个残血的鳄鱼 王冠他也没有料到自己那波没走掉 电上给到对手的一些限制和压力 是的 这一局其实像 我感觉除了可能双C以外的话 很多位置都是需要靠优秘去进行一些回复的 对 优秘也限制了节的一个爆发 对 包括炮哥之前说的 需要RA这把早做更多的重伤是很重要的 右边这一把四个回血很疯狂的英雄 但是左边主要是这个阵容 你也没有那种就是这种出重伤很舒服的英雄在 都得卡你的出装节奏 然后包含打到最后这个阵段的时候就真没办法了 奥拉夫带个猫就无脑喷 就怎么办吗 无脑皮 一直在往前扬 而且还有那种狂扑回血的这种英雄在 就吃完伤害回去回点血又过来吃伤害 对 这就是你刚才说那一把 对啊 怎么瞬间打满伤害的 你看ROKE 你看ROKE 这波闪现 进来 对 很猛 容了 很难受 对 如果ROKE那波能切到后排 其实也是能瞬间容掉红色方一两个人 那这样子一来 盖伦其实是没有伤害的 对 这个时候瑞文还是优势的 对 他是可以来对后排进行使用很大的威胁的 对 他可以收割的